兵和中國海警近日在南海拔生衝突 中國海警船以大蹊蹺 使用高壓水槍噴射攻擊 另一個角度更赫然發現 中國海警船兩側 還有兩艘 寫有中國字體與編號的民用漁船 保駕護航 漸然中國第三海軍又稱小蘭人 美國智庫指出 中國政府利用海上民兵 游走灰色地帶 以達到擴張南海的目的 賈捕魚真挑釁 菲律賓更在本月月初空拍直擊 南海針魚海域上 中國漁船傾潮偶出 與海警船與解放軍船艦 乘群結擋 95中國船 我們在這裏面的重量 每一隻都大 沒有人在播放 美國智庫指出 中國的漁船隊規模 約有十八點七萬艘漁船 其中在南海活動的 約有一百艘 是中國不願曝光的秘密軍隊 多數裝載自動化武器 速度還快過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漁船 儘管中方始終不承認 但海上刺客坐大 以鐵鎮如山 專家警告 與南海各國擦牆走火 爆發衝突的風險 也是比升溫 在內新聞 監修會報導 從北海道 此外